在海外我发现一群丑陋的中国人 近年来有很大一批人涌出国门球发展 不少人以东南亚地区为目标 东南亚地区几个国家发展相对落后 中国人带来资金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为其发展注入血液与动力 在老挝区部完全统计 拒就有30万中国人 他们带动老挝经济发展 为很多处于温饱线下的老挝民众 提供就业机会这样和谐共生的关系 充满正能量 是牧林友好合作共赢的典范 我就是这些中国人的一员 这几年我认识很多在老挝的中国人 我为中国人在这块贫瘠土地 驻及高速驾起高铁的壮举而自豪 同时也为少数浑水摸鱼的丑陋中国人感到羞耻 来老挝的人基本上都是男人 因为收入比本地人多特别有优越感 他们经常出入各种花天酒地场所 对女人照之急来挥之急去 环飞燕寿所任凭挑选 这些有家室或无家室的中国男人 到老挝后认为有钱可以买到一切 稍安分的人包养女人不安分 人天天换花样 夜夜做新郎 老挝女人为了生存别无选择 成为这类有钱人砧板上的鱼肉 在中国他们啥也算不上 到这个人均月收入几百元的国家 刷存在赶 真是可悲可耻 最近就爆出新闻在万象奥斯卡酒店 两个中国老男人同时看上一个老挝女子 不惜大打出手浑身是血 场面血腥真是让老挝人看足了笑话 这种在风月场合争女人心态 应该是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习惯 中国是礼仪之邦 我们走出国门 这些人应该数人意之事 个人素质低些没关系数 但要收这些不能丢人丢到国外 打开抖音搜老挝两个字的用户 一下子跳出很多在老挝拍视频的人 其中不乏是介绍老挝风土人情的作品 值得欣赏点赞 但更多的中国低档男人 在老挝抖音等各种视频 其本人和作品一样是下三滥 在老挝却居高临下 利用各种手段刷流量其行为令人作呕 打开他们的视频内容 都是以老挝女人为话题 什么老男人在老挝遇真爱的等等 分享中国男人在老挝的优越性 如何如鱼得水受欢迎 老挝女人欢迎中国男人 错人家还真的没看上 看上的不过是这些男人手中的 那点钞票而已 有几个特别活跃的中国渣男人 他们没有固定工作到处转悠 想办法拍小视频 一次凑巧 我从其中一个人的视频中看到 她盯上了一个长相秀美做小生意的长腿老挝姑娘 来小礼品上门以追求她为借口 顺带拍视频 姑娘全程都黑着脸没有互动 只看着她自说自话 然后姑娘不客气地收下礼物 并且还收下了她和两瓶饮料的钱 就直接下班骑摩托车走人 这也许是个意外 如果运气好遇到个不开眼的 她就可以视频流量和女人两项兼收了 短短几天后 又发现她在马来西亚发呼的视频 她已经在马来西亚女人收获到爱情了 真是小视频不断 女人常常换 既赚流量钱 又赚女人的身体 太可恶了 这种激拉人还配谈爱情吗 这些眼里只有财色欲望的丑陋中国人 自以为很聪明高人一等纯属愚昧低廉 如理他们有素质 自会懂得尊重别人 也会别人所尊重 自然会有女人爱 也不会饥不择食 见女人就往上扑 他们对东南亚女人是贪婪受性的 对自己的同胞也是 则是无情无义无底线 几年前就有网友在我视频后跟帖 中国女人来老挝很意外处境尴尬 有位姐妹说过 中国女人在老挝没有市场 现实生活的确印证了这个说辞 相信不只是在老挝 在缅甸 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家 也是同样情况 小爱是一位中国离婚女人 离开故土在异国他乡 开始工作生活及爱情 渴望可以有个全新 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本无可厚非 很快她在老挝遇到一个 对她关怀备至的中国男人 这让她感到温暖亲切 两个人很自然地在一起了 让她难过的是 这个看似温暖的男人 还和一些老挝女人纠缠不清 两边都想站 不似中国女人感情至上 老挝女人和中国 男人上床大多是因为 钱没有钱就没有爱 这也养成了中国男人的认知 认为付钱给老挝女人是应该的 而和无常和中国女人发生关系 也是应该的 小爱是动了真心的 在相当长时间里 患得患失 饱长煎熬 也舍不得放下 直到有一次 她手机钱包里前提不出来 吃饭都成问题 向男朋友求助 这个渣男说了一堆困难 只留下十万老币 可以买到五碗面条就消失不见 等小爱手头周转开后 她像苍蝇一样又围了上来 从这件事后 小爱彻底伤心死心回国了 所以说在东南亚国家 遇到那些被一点钱烧到不知廉耻 无底线丑陋的中国男人 说爱上你那了 你信就蠢了 东南亚国家虽然发展之后 但民风淳朴 尤其在老挝这里 人们很热情 喝啤酒时不认识的人 都向你举杯示意 请你碰上一杯 由于中国一直以来 为老挝的帮助 所以他们对中国人也很亲厚 老挝人很注重礼貌 他们嘴里常说的 普饱普骚 是帅哥美女的意思 他们眼里无丑人 也没有坏人 除非是你真的伤害了 他们的感情 不遑论那些穿梭在 各色男人中间的 风尘女子 老挝还是有很多 心怀梦想 但身不由己的好姑娘 由于贫穷落后 想过上想要的生活 加上老挝男人缺乏赚钱能力 与责任感 很多女人都想恋上个 中国男人可以嫁到中国去 有这样愿望 也是在情理之中 他们对中国男人的温柔和热情 是有理由的 他们的期望和梦想也没有错 不能利用姑娘们心态 做出为人不止的事情 说白了 来老挝的男人有三种人 第一等为发展创业而来 第二等为谋生存而来 第三是下等人 就是为女人而来 所以近年来 只要网络上出现 老挝美女几个字 就会自然的 让人想入非非 这个现象的滋生 第三种人没有少做助力 有关老挝的视频 我懒得去看 无非就是拍他们的老挝女人 日常琐事 或告诉大家 泡个老挝妞 有多么容易简单而直接 等等无聊的内容 有位同样也是在拍视频的作者 他的一个视频 我连看两遍 内容清新各观点重肯 我喜欢其中这样一句 既然来到国外 就不是光代表你自己 不注意个人形象 仍让别人唾弃鄙视 毫无尊严的丑陋行径 就是给祖国抹黑 中国人在国外的生存环境和形象 朋友们 你们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欢迎进入讨论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 感谢观看